歡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台南有一家義大利餐廳 店裡用餐空間寬敞舒適 非常適合家人和好友來此聚餐 招牌5到6人豪華分享餐 有起司 咬烤披薩 牛肉義大利麵 炙烤肋排 普羅旺斯烤雞等等 主廚選用4個月大的鹿野放山雞 烘烤到外皮酥脆 肉質軟嫩多汁 另外起司 咬烤披薩 加入大量馬札瑞拉起司 味道香濃 每一口都會堪吸 很受客人喜愛 因為它其實很多 然後它就可以把它拉起來 拉很長 然後就是可以 然後很多人都會想錄影吧 讓客人聚餐吃飯 忙拍照的好滋味 有起司多到堪吸的熔岩搖烤披薩 烤得焦香四溢 製烤豬勒排 還有鮮香味美普羅旺斯香料烤雞 整桌豪華分享餐 讓人想大快朵頤 我們今天點的就是有那個 喬伊斯的拳雞 因為他們這邊滿有名的 然後還有他們就是 披薩的部分我們家都很喜歡 他們家的雞是用那個陸野的土雞 然後第一個就是因為它肉質吃起來很鮮嫩 然後整個做烘烤之後 它的那個肉汁也非常的豐富 適合一家大小三五好友齊聚的意大利餐廳 就位在南台灣美食大本營台南 店內裝潢舒適宜人 寬敞的用餐空間加上用料實在 成為不少朋友的聚餐新選擇 以我們的餐點來講 像上班族啊 還是學生 然後小家庭 從八歲到 從八歲到八十歲 常常都會在喬伊斯看到 那我們去把餐點上更多元化的 推出一個烤全機 推出一個豬肉全排 讓大家聚在一起 什麼餐點都有 去營造出這樣子一個畫面 店裡招牌的義式拿破裏披薩 為了做到讓人為之經驗 主廚邱才慶說 每個料理環節都不能偷吃步 光是挑麵粉就讓他很頭痛 我們也是研究了很久 因為我們試一次也試過低筋 阿根高筋 那比起來是我們高筋吃起來 口感是比較好的 因為高筋的麵粉吃起來 它的口感會比較香酥 撒上香濃乳酪絲 擺入有堪吸效果的 Mozzarella厚切起司片 明文俠爾拿破裏披薩 用料簡單 但如何把薄得像紙一樣的披薩 烤得香脆誘人 火候就是關鍵 火候的溫度大概 我們大概都是抓 大概差不多兩百兩百六 兩百六到三百這邊 這樣它才會膨脹 如果它溫度不夠 它烤起來會扁扁的 就不會香酥 剛出爐羞腾腾搖烤披薩 輕輕用鏟子拿取 起司熔岩不斷流洩 拉出漂亮絲狀 酥脆餅皮烤得猶如爆紋花色 飄出濃郁奶香 若想品嘗鹹甜滋味 店家還提供龍眼蜂蜜 一滴滴融入餅皮 讓披薩吃來乳香甜蜜 香醇可口 起司然後加一些些的蜂蜜 就是就是那種甜甜的感覺 雖然它餅皮是薄的 可是我覺得吃起來很好吃 就是有那個起司很濃郁 大火爆香 辣椒香氣直撲而來 秋才慶國中就踏入西餐世界 喜愛吃牛肉的它 牛排 義大利麵就像是家常菜 於是腦筋一動 研發出板件牛義大利麵 板件那個部位 它吃起來比較有帶點嚼勁 醃漬然後再來過油 過油最主要是要 把那個牛肉的汁鎖在裡面 淋上白酒 灿出濃濃的酒香 加入高湯再擺入義大利麵 來回快速攪拌等待收汁 讓雞湯精華完全被麵條吸收 鮮香四溢 融合洋蔥蒜酥的 波薩納辣椒牛肉意大利麵 板件肉經過熱油鎖住肉汁 吃來柔軟很有嚼勁 咀嚼肉塊 肉汁在嘴裡噴發滋味香濃 麵條吸飽高湯和辛香料 微鹹微辣有淡淡的牛排香氣 它的牛肉是板件的部分 然後它有炸過再去煎 所以它吃起來就很軟嫩 它義大利麵的話就是有花椒 所以吃起來就是有點辣辣的 就很好吃 好友聚餐不可少的排餐 秋才慶特選國產帶骨豬肋排 刷上黃金比例獨門醬料 再進烤箱大火烘烤 重達約一公斤 適合五六位朋友分享的製烤樂排 表面烤得焦香迷人 醬汁吃來油潤 鹹甜交錯 肉汁柔軟有淡淡的煙燻香氣 店家細心提供特調醬料 孜然胡椒醬 和鮮香樂排一同吃來 滋味辛香 味道很有層次 看起來很多很豐盛 那一份大概可以四到五個人一起吃 它外皮很脆 但是它裡面的肉很嫩 然後搭配那個黑胡椒醬很香 店裡飄香還有一整隻烤拳雞 主廚選用四個月大鹿野放山雞 撒上孜然 氣味魅力百分百 取下雞腿 表皮口感微酥微脆 肉質軟嫩絲絲鮮美 再沾點牛澳梁香料粉提味 口感香辣 有海鮮和胡椒香氣 給人意猶未盡 外酥內軟然後香氣又很特別 然後比起一般外面的 就是我覺得他們那個 吃起來有時候口感會比較柴一點 然後也沒那麼多汁 差別還蠻大 所以我們家都很愛他們的烤雞 聚餐若是想嘗鮮 這位伊法餐廳傳統美味 法式烤田螺 肯定刺激你的味蕾 主廚加入大量起司焗烤 散發濃郁的乳香味 天螺吃來鮮脆Q彈 每口都結合乳酪 口感叫人難忘 然後它吃的話 裡面就有很多起司 然後也有很多的醬料 所以吃起來的話 螺肉就很軟嫩 然後也有嚼勁 然後吃久了就會有很濃的奶香味 與家人好有齊聚 一同分享品嘗鮮香入味的義大利佳肴 讓歡樂的氣氛更加精彩